欢迎收看铜板美食讲套套 我是苏芷杰 节目一开始跟着我们一起来吃葱烧饼 这位卖葱烧饼的老板 他的双手经历很多故事 像是过去熊飞蛋现在做葱饼 原来老板曾经担任士官长 退休以后当学徒 在不同的天空创造自己的传奇 也让他的人生像稻吃甘蔗越来越精彩 204 两个两个装 来 这个 仿佛操作着时光机 在老哥身中一张张胡椒葱饼出炉 看起来金黄金黄的这样子 它带有一点点 一点点偏黑但不能太黑 蛮爪在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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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有10到15到20 蛮爪总是紧巴着烤箱 精炉 出炉 翻烤 每天起早的苦力活 换来引颈气派的等待 这个他们可以 对 这个他们可以 好 好吃 好吃啊 哎呀 很香耶 因为没事来喷好久 我就不用煮啊 回家就有可以吃啦 难以言喻的滋味 可就是被他深深吸引 或许正是胡椒 青葱 老面 三箭齐发 加上升哥黄金烤工 把一块饼烤得如此销魂 我一个人要雇三个炉 对吧 忙的时候你每一个炉 你又不能烤焦啊 现在都不客气做了 现在还是会 就是你有时候 老环燈的时候又忘信 假日就会有很多外来客 他们愿意等 然后就会跑来 有新竹的 有苗栗的 都会打电话 台北的 对 他住三个 老伯伯 对 就会觉得很感动喔 对 很感动 尽管车钱远比一块饼的钱 还要多 啦啦山上的老伯伯 算是中分第一 也可见这手艺的魅力 老板赶快去做馒头 好 谢谢 这对老板娘住宿喔 对 太慢就会被骂 水要稍微热一点 等一下 转身转身再转身 假日光是在烤箱前 转身进饼出饼 就要一百次以上 别忙前场 还要抽空跑后场 神哥说 他宁愿忙得团团转 让客人等饼 也不要饼等客人 我们这个强调就是 要热腾腾地送到顾客手上 所以我们宁愿顾客等 他等不了 他下次才会再来 对 他如果吃了不好吃 他就不想来啦 中立龙岗一带 是以米干出了名的眷区 这五年来 面香和米香互相制衡 也算是传奇了 我十几岁去当兵嘛 对 等到四十几块五十岁 对 退休 外派到菲律宾 去管理工厂 然后回来之后又去音业达 当技术人员 后来又跑去中科院 后来就来做这个 我们在部队从事也是 技术修护的工作 飞弹的修护 我要去美国三年学习 开玩笑 笑什么 所以你已经喝了 我好像羊墨水 羊墨水 我喝了多少都快淹死了 那你在这边做这个面 这个跳动很大 一位是退休了 还充满干劲的士官长 一位是常年在家的家庭主妇 年过半百不怕冒险 就趁着老师傅退休 顶让之际双双当起学徒 最难的地方就是早起 早起啊 要熬过这个 因为我们平常都很正常 早起 早起 大概两点多就要起床 坐了之后才发现 还不如我去当兵 太累了 起早要躺黑 起得比鸡早 坐得比牛累啊 那OK就OK吧 叶最深的时候就要起床和面 用的是粉心面粉 舍得加重本 食物赢在起泡点 烤馒头和胡椒葱饼 分别使用烫面和冷面法 最后总会加入老面 呈现天然香气和咬劲 只是最后累到自己 上一天了 上一天 我们的低温要发酵 那发酵如果稍微 就是没有那么快的话 它比较不会有酸味 如果发酵太快的话 酸味就跑出来 很多人做馒头 那个应该要讲求速度嘛 所以它会再加碱进去 那种东西就是 变得吃的人会不大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 不会添加那种东西 宁愿用时间换取美味 也不希望顾客花了钱还伤身 每天准备的面团量固定 隔天要想零食烤出更多的饼 也是天方夜谭 最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要吃就要趁早 假日往往十点不到 烤盘就光溜溜 这之前是整个早上的用量 对啊这个明天 明天搞不好还不够 明天还要对 还要对 还要现切 因为我们这个有时候 夏天很热 对啊 它这种冷气都没有用 所以热的时候真的是很热 对啊 所以把它逼得离开家 对所以他们就知道 哪边 哪边凉快哪边去了 他们就不想待在这里 只要你的缺陷就会来 我一个小时两百 觉得有足够 够 有够 对 没有要求再加薪 他不会帮我加薪 为什么 他说我都在混 可是我看你很认真 像你剪这个葱 你们这个头为什么要剪掉 因为有枯掉 我会刺破面皮 会让味道跑掉 做中学老爸的讲究 其实国中的女儿很懵懵懂懂 但军人的严谨纪律 一逮到机会就教育 也唯有扎实做工 才不会被社会淘汰 从老师傅手里 到你们开店里数点 大概两三个月而已 那这样很快 对很快 那你们两个人 真的 我们是很有心 真的 我们家接这个店很有心 我休假就回来桃园 再从大西过来这样 对啊 背骨这位学长 超厉害 因为我每次来他都很忙 我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我都默默地买完就走掉这样 来 借过来 店铺被迎去给包围 学长的学弟是基本盘 往往一买就清空好几个考盘 但也正是夫妻起立 分工合作 才把饼做大 虽然资历不深 不过用心程度砸得深 年过半百再创事业 因为肯平就像道吃甘蔗 越来越精彩 南台湾的酒儒 有很多好滋味 而这间楼桂的老板 他过去一心想成为打火英雄 但却在追梦途中 遇上家中楼桂摊 需要传承的两难 年轻人选择成家家业 开始向阿嬷学习 年纪轻轻手艺变大受在地人好评 但他也维持原本的梦想 在闲暇时间担任一休 示范时间 年轻厨师陈玉堂的炒锅 总是这样浴染红火 夜夜奔腾直窜眼帘 热炒新鲜食材 要逼出近焦不焦的迷魂祸气 鱼丸 肉丝 后腿肉 猪肝 还有阿根廷鱿鱼 丰盛的配料依序下锅爆香快炒 堆叠气味层次 煮汤勾芡共也一炉 最后淋上龟条 让这原本淡而无味的汤里白条 稀饱食材精华 就是屏东九炉独有的肉丽 我们是从零落屏东另外一边过来的 没有这种口感 对 吃不到这种味道 高雄比较少 对 在九炉这边好像比较多这种东西 相传是七十年前 庙口面摊的独特味道 酸甜咸香受到喜爱 后来老师傅坐不动了 子女们又没人要接手 他干脆大方公开做法 教想学的人 也有一说 宗宝塞的学徒 把北菜肉加上龟条 意外创造了肉粿 其原有待确认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类似台南肉咪的肉粿吃法 久如独有 光是最热闹的维新街上 就有七八家以肉粿为招牌 就像万南的万南出脚 就是肉粿 就是像冬天南就像万热 那个坎家的名字 保热度就好 虽说是在地美食 但每一家的食材不尽相同 味道同中存异 猪肉 鱿鱼 丸子 高丽菜是基本款 其他的就任凭诚意创意自由发挥 像我们家的就 猪肝的话是用粉肝 对 比较暖嫩 吃咖又吃饭的这一碗 在现在的酒庐 算是街边食堂的饮食日常 但在早期的穷苦年代 这澎湃丰盛堪比小说家 笔下的苹果的滋味 以前他其实要生病 因为以前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 那只有小孩子生病的时候 才可以吃到肉粿这个东西 经典款的肉粿受欢迎 另外不叫肉粿 但配料一模一样的清汤版 口感清爽淡雅 而热炒做法 类似美濃版条 鲨鱼 鲜香浓郁 都是果然美味 夏天真的很热 衣服都湿一件一件 在炉台前伸手俐落 热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陈玉棠有家学渊源 小时候阿嬷推着贪车 沿小镇街道叫卖 陈玉棠就得跟着当小帮手 念过小时 就算得上是餐饮业的资深 储备干部 以前嘛 也不算讨厌 就是觉得好累 很累 真的很累 做餐也真的很辛苦 被绑住 对啊 时间被绑住 就想往快跑这样 大学念的是消防科系 还是划船运动高手 体力锻炼一等一 帅气的消防猛男 是陈玉棠理想中的 职业与职业 看那个围观大楼倒塌嘛 他就想说 想要去考消防这样 就想要救人 就是这是很伟大的事情 退伍后参加消防员考试 以极些微的个位数差距落榜 但小小的失败 哪算什么挫折 教习不了消防员的雄心壮志 他继续充实职能锻炼体能 有了一次经验 他有信心卷土重来 能穿上消防员的全套装备 水里来火里去 实现救人的大爱 但人生计划赶不上变化 妈妈自从体力衰退后 交给姨婆经营的Logueta 历经二十年 也到了姨婆要休息的年岁 家族里的年轻人 更忙于读书工作 只有陈玉棠有空档 传承两个字不是必答题 但也变成了亲情和自我实践之间的选择题 考虑之后 陈玉棠决定认真跟阿嬷学习老味道 经过几年的炉火考验 不到三十岁 已经成为在地人认可的料理师傅 阿嬷不做Logueta之后 改麦咸汤圆 大赞要吃Logueta 就直接到孙子的店里 有他百分百的真传功力 年轻人有想法 除了久如特有的Logueta 陈玉棠还扩大在地的范围 加入附近的农产 成为菜单特色 客家腌制的高丽菜干 炒五花肉 酸香爽脆 北部客超爱 北部比较少 南部的话 就是由客家庄的话 那些阿嬷他们都会挤 脆脆的 酸酸脆脆的 熬汤或炒五花肉都很适合 黑猪肉麻油松板柱 黑猪肉它的肉质吃起来 不会有那种腥臭味 比较暖嫩 北部向高速的黑猪肉 会有名字 凤梨更是丁冬最出名 做凤梨烟酱 甘甜咸香 是最天然的料理魔法 而屏東遍布的木瓜园里 有媲美法式料理的鲜美坎牙 蝸鸟会吃啊 他们就专门抓木瓜园底下的螺螺 对 然后我们最开心就炒给 潘梦湾现场吃过 有来酒炉的话 就一定会来买 陈玉堂转换职场目标 受到肯定 但救援的志向不变 工作之余 他参加益销队伍 兼顾现实和理想 也经常一煮酬物资 送去游民收容所 要回馈社会贡献一己之力 而在炉台上 想得也不只是自家的口袋饱满度 最希望更多人知道 酒炉肉粿啊 一如板条是美濃的代名词 尽量把我们自己酒炉的特色 去展现出来 用吃的 用我们的美食 分享给大家知道 酒炉这个地方 他乐当另类消防员 在厨房挑豆味蕾浴火 也用成一股早味 就饥饿的火 有许多店家 不管景气好不好 深夜好像都不会受到影响 像是高雄这一家 60年的馄饨老店 每天一到营业时间 客人就自动等在门前排队 这一晚看起来 朴实简单的馄饨面 最让顾客惊艳的 除了汤头 还有店家一甲子的用心坚持 10号 老盐虫的帮碗 夜幕拉得快 许家义夹子的人手脚也如迅雷 摆好桌椅设好摊 馄饨下水起锅 一次端上就是十来碗 味道不错 很好 这里我差不多将近四十年了 超级好吃的 什么好吃 很Q 因为它没有位数 我如果吃了位数 你不都买了 真的是超好吃的 超Q的 觉得还蛮有味道 尤其汤头很有味道 它其实汤头蛮有味道的 然后馄饨也很有味道 对 然后面要配那个炸菜肉是吃 就更有 就很好吃 配起来是整体来说 就是很好吃的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一般的馄饨面的店 他们都是吃干的才有味道 就是汤的都会 你会觉得好像少了那一味 可是我觉得它的汤头很厉害 就是 感觉应该有用大骨去熬 我觉得蛮鲜甜的 鲜韵又澄澈的汤头向来 是场美丽的误会 张提琪自从做了许家习复30多年来 老觉得解释不完 锅底的真相 答案是清汤 但却又是锅煮得精脆尽出的清汤 像我们这个汤啊 就是没有放什么大骨啊什么 就是煮馄饨的而已 很多人说要跟我们烤这个汤 我们说我们都没有放什么 就是清汤 因为下午的时候清汤放下去 大家都以为你们是要大骨汤 没有没有 就是煮这个馄饨再好吃的 比起有银泽汤头相互烘托的汤馄饨 块头大一点的炸馄饨 在炸过排骨以后趁低温抢酥 皮衣爽脆 肉汁甜腹 简直就是一只独秀了 我台湾千神吃过 真的没有比我们的好吃 真的啦 这个不是超暖的 能有这么大口气 许展愿确实就像她说的 不是骄傲自夸 从爸爸手上承接 下一夹子的老店 一座也有30多年 她是杂杂实实每一个开店的日子 都捡持完起锈子 当天拌肉现包现煮 从不以集气代劳 就是肉差不多有那个Q度 跟你刚下去拌的时候 再拌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肉就不一样了 就是这样啊 他就直接跟你讲一句话 对啊 你要靠你的手感啊 猪肉先坚持只用后腿的瘦肉 调味也全程只有盐 单纯的味道却满在不单纯的鱼美 这是父亲十几岁时 刚从澎湖搬到本岛 就跟着温州老师傅苦学来的 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对于那段深远的过去 印象还是清晰的 体内上的劳粹说起来 还不算最先薪的 苦就苦在 他的功夫是靠观察体会 和用岁月交易来的一点 打下的智慧 师傅没有跟你说 因为他没有跟你说 你就要怎么用 你就要看他怎么做 自己的体会 才会这样做 像我们这个混沌就对了 你没有做几十年的经验 你不去了解 这个混沌的好处 机会就是 他这个肉 什么地方的肉 直接在什么地方的肉 他要切一块肉就对了 是说你这样那块肉 这个都切切 那就可以了 那个年代 污渍并不富饶 一个小学徒 光是要体察肉线 所用部位 就要砸下大把时间 简单的几个步骤 也许都是老人家 历经几番波折 才求得的正解 所以就更别谈 面皮的配方 搞法跟技巧了 我的温饨 比较工薪 游下去里面 还有一点水 你看包馄饨这么简单 我还不会说很会包 你看 它包起来 你看它包起来 就是圆圆的 有一点圆的这样子 学都学不来的 而且比较好处 比较好处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论起馄饨的朴实 加长程度 实在跟婆妈厨房里的水饺相差不远 但包法与煮法却能如创作 一盘馄饨的时间便足以判处 施与酱的距离 张提琪从高中少女时期 就在许家帮前跟后 包了三十多年的馄饨也不敢自诩 那时候刚教完的时候 在忙的时候 就会来帮忙这样子 就是帮忙端面 可是那时候也很怕 端一碗就很烫 就觉得好恐怖 三十几年了 现在我女儿都三十一岁了 所以你那么年轻的 看起来 我大女儿三十一岁了 我三个小孩 十九岁的华雅 从谈了恋爱结婚生子 就封存在老店朝朝暮暮的激昂里了 不过时光很公平 如今还给她的是 更加青春出色的外形 张提琪没说出口的 是她还已经当阿嬷了 那时候就怀孕了 后来她又去当兵 又跑到外岛去当兵 对啊 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我也不晓得 反正就是这样子 一直做这样子 公公婆婆好啊 下了班拉下店门 对于任劳任怨的媳妇 公婆虽疼 不过摘上岗位 为了完美每一碗混沌的滋味 徐秉潜可就不随便妥协 就算老店早就交棒儿子恩贝 她却连出餐前一碗面的姿态 都极致讲究 就是你面捞起来的时候 你的葱炸菜什么 你都要放了一样的位置 以前 连这个葱要 对 它就是你葱要放这里 肉丝放这里 然后炸菜要放在混沌的上面 可是如果你一直站忙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克斥这些这样子 我看他十分的严了 到现在还在严了 你看现在我在打 他在旁边看 他看不过他就掉了 看不过他就掉了 看不过他就掉了 啊得啦 那不跌些花不跌的就掉了 有时候排骨大小块 他也念了排骨不够饱 就不让他也念了 对啦 那就是要照他的方法做 看不顺了 他就念 说也奇怪 当年老人家 袭来的温州混沌 源自中国 取饼前没受过日本教育 却反在混沌汤内注入了一模 唯有日式职人 才明白的心虚狂味 他就是东西 你一定要秉持 他说的这样子做 而且他重点是讲说 做吃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干净 东西端出去 就是要让人家看起来 色香味俱全这样子 一口柔滑爽身 仿佛可以抹进城市内 使人的繁杂 那是层层跌跌 碎碎年年俱沙 成他坚守来的 不怪乎味道越老 越是昂然 为爱嫁来台湾的湖南姑娘 婚后和先生一起创业 但是出师不利 反而欠债四百万 后来丈夫重回中国大陆工作还债 而他带着两个女儿在宜兰 但是这里多余的天气 让他的心情跟着犹豫起来 直到某一天 他做的家乡味卤味 意外受到亲友好评 鼓励他做来卖 也让他在乡愁之中 透过忙碌得到安抚 你想吃什么 豆干 莲藕 海带 鸭筋跟脆腸这一份 最大锅煮的是中辣的 中辣的话就适合 比较爱吃辣的客人 然后就会越吃越麻 越吃越辣 适合就是无辣不关 就像我们这一种的 而且我听说 这个是胡肥口味的 对 胡肥口味 眼前这位美女老板娘 富宇来自大陆 为了呈现正宗的家乡卤味 一大早就开始忙进忙出 清洗备料 眼神专注 紧盯每个环节 我们卤到锅里面的东西 我们是没有加一滴酱油 但是我们的颜色 一样很金黄色 然后等冷却之后 它又变成一种棕色 就比较会有私欲感 这做卤味竟然不添加酱油 使用的是天然的新香料 辛苦卖力的炒糖色 代替酱油上色 就很好吃所以就很喜欢 它的口感就是 又麻又辣又香的 就吃了就还想吃 它是跟比较大众台式的卤味 稍微不一样 吃起来就会比较有香 然后除了麻辣的口感之外的话 它还会有就是说比较香甜 甜的话不会说很甜 但是它会有那种 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 为了遵循家乡味 卤包加入秘密配方 包含花椒 辣椒等等 多达32种新香料 口感才能辣中带麻 香气十足 很多在外面吃的话 是很多鸭子是吃外面是有味道 可是吃到里面是没有味道 它需要沾一些 必须要沾一些胡椒盐 或者是一些辣椒酱之类的 那我们的鸭子里面 会放一些新香料的话 你就会越吃越入味 麻辣手撕鸭入味 鲜腌24小时再卤 塞进花椒还有辣椒 吸附满满的麻辣香 吃到里面的时候 那个味道会更好 更浓 对 那我们的鸭子的话 打开之后 我们叫手撕鸭 因为它卤完很嫩 你可以直接冷吃 也可以加热 加热之后的话 它口感会添重一点 小朋友也喜欢吃 连我婆婆在宜蘭当地 几十年 她不吃这些东西了 我拿去小辣的 她都觉得说超好吃 对 就全家都爱上了 韬客们络绎不绝 上门光顾 外的还有麻辣小龙虾 澳洲蓝色小龙虾 它是淡水当中最贵的一种 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 对 但是就是比较贵 就是蛮贵的 它那个虾汁会有水分 会喷 新鲜食材 还得使用啤酒来去腥提味 又炒又煮 过程废功反复 它只要煮开 焖一下 几分钟就好了 客人拿回家还要煮 所以我们只是稍微 它有煮就OK 不会煮到太久 那可能它拿回家再煮的时候 就味道其实口感 差不多刚刚好 麻辣莲藕也是一绝 让连吃素的顾客 都闻香而来 来了宜兰之后 我老公就回去大陆上班 我在这边顾小孩 所以我的重心 都是在小孩子增胀 就会感觉你的 除了小孩 你没有朋友啊 像我们嫁过来的都会 第一个饮食不习惯 所以想要吃家乡的一些美食啊 有一次就是我把卤味 做卤味做出来 给大家当下酒菜 那大家吃了之后就觉得 味道很特别 然后香味也够 然后也有辣也有麻 麻辣香气迷人的背后 原来有着老板娘 当年为了爱 远嫁来台湾的乡愁 现在想一想也觉得 好厉害喔 怎么撑过来的 我怎么撑过来的 对 那个过程当中 也会感觉压力太大 然后会受不了 然后就会自己 然后偷偷哭啊 受不了的时候老公都会安慰啊 也有说你太累就不要做 对 那可是想说 已经做到一半 然后也大家也喜欢 然后你突然说放弃的时候 你就感觉很舍不得 夫妻俩初次创业失败 为了还好几百万的债 丈夫重返大陆上班 他一个人带着两名 年纪尚小的女儿 看着宜兰经常下雨的天气 倍感孤单 辛苦肯定是辛苦啊 很有勇气啊 真的就是一个人在这边生死 他的工作不是为了让他 去赚多少钱来贴 真的没有这个想法过 是就是想说 小朋友刚好上课了 他在家 没有朋友没有那个 我觉得那个哇 那个太痛苦了啦 所以那个换作我也待不住 所以我一直很鼓励他去做 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成功把你老婆 留在了台湾 本来是要回大陆 想回大陆 靠着肯拼肯做 从网购摇身一变 变成有店面的老板娘 不但一姐相愁 也把美好的家乡滋味 分享给大家 苦尽甘来 好了 真空包可以放一种喔 谢谢 拜拜 也因为有你 所以大家才会尝到这个 家乡的你老家的味道 谢谢你嫁给我 谢谢 然后谢谢你来到台湾 有了丈夫的支持 有了自己的事业 现在在宜兰闯出 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尽管又是英语的天气 但心情再也不郁闷了 雨过天晴 开店半年 休息半年 桃园这家边料 称重计价的自住宾店 好多客人觉得老板真的过得很凉啊 但事实上 30多年来 煮料备料一天17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孩子们从来没有放过暑假 这些辛苦的点滴 只有自家人才清楚 我们三点到这边来 我们三点要排左边 不要排右边 并不够可以在家 不要客气 加面乳吗 不要一个77 我一开始工作到现在 他们这家店就是生这么好 至少20年有吧 本来这边20几年 主要是因为这边料很新鲜 中壢的人都知道这家店 总有那么几间生意好的不得了的老店 虽是在地人的心头号 但某些时候总让人退却 傍晚的时候或晚上的时候 这边都几乎都客门的 平日的晚上也不可以来 为什么 因为晚上也要排队 铁花兵满果冰 黄豆冰奶冰是果冰的 我们直接当队来 不要排队了 他每一个的料都是很新鲜的 你来蛮久的 蛮久的 蛮久 从小吃到大 这么久吗 差不多 好 热的他也来了 他也来了 小心哦 他也来了 他也来了 台面上38种饉料铺张排开 宗婉飞和宗威节 就是不怕客人有选择障碍 肥手刮果 翻圆豆类夹好夹满 反正是称重计价 夹多少算多少 且续冰续糖都不用钱 难怪是学生族的最爱 第一次以来我都觉得很好 对啊 一直以来就是下课三四点回来帮忙收完 对啊 然后以前学校这边学生多嘛 就一跳学生开始排队 然后排到大概五六点 然后到吃饭时间人潮还慢慢站 大概七八点 八点的时候人潮又集中了这样 就开始排队 然后印象中小时候店里都是在排队 一百一号 一百零一号 一百零二号 这样的童年经历从姐弟俩出生以来 起码也有三十好几年 小时候因为家里开自住宾店 所以跟暑假结缘 长大了却又因扛下爸妈的招牌 惹来一对三眼 很多人就说 你们一年只做这个好爽哦 你才做半年修半年 做半年吃一年 可是他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这种生意就是季节性 你到十月之后来看 我们可能全部都在那边 坐在那边等着 我同学都会说 你们家卖冰很好赚 我就说很累 我从早坐到晚 坐到半夜 确实 早九晚二 一天工作十七小时的自入冰城 一点也不像老一辈说的 卖凉水那般轻松 翠圆 玉圆 红豆绿豆一早瓦斯炉前 一次排开就要连滚七八个身头 配料现煮 水果也得现销现切 为了求仙 补料工作更是无时无刻 倘若不是那个晚上 一通兄弟分家的电话 父亲邓俊华 现在大概还是个 卖咖啡豆的业务吧 我那时候在卖咖啡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们兄弟要分家 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接到我妈的电话 叫我回宗里一趟 那时候我在台北 明珍西路 那时候在台北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在明珍西路上班 然后就奉家母之命 焚了家产后 曾俊华得到的正是这间老屋 碍于不闲置房子 他听了长辈的建议决定转行 就开自助冰店 旺华 旺华那有一个邪教对面 他说有一家冰店 他说也生意不错 你刚才又分到这个店 你对面又是邪校 我看你倒不如就开个冰店 我那时候就想说邪子来 就看他怎么做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就是拿个照相机拍一拍 那个门那个 不知道是老板娘还是谁 门瞪我 还爬到人家厨房去看 就被人家赶出来 大胆又鲁莽的历选机后来 其实什么也没学成 曾俊华刚开始开店 因为毫无头绪 也不懂得掌控成本 加上但忘记的落差太大 反而大亏损 其实我这个卖冰的历史 三十几年 我做的真的是 想了你可能不会下去 你可能问我说 怎么可能 可是我真的 我这个历经 这个历史 就是从开始卖冰到现在 中间有做 差不多十几样投入 所谓的十几样投入 不过就是当年 挖东墙补西墙的 急救张作法 像是夏天卖冰 秋冬就改卖 鹅岩蜜线红豆汤 偏偏包含烧仙草 早餐店 盐酥鸡等等 十来样生意 不管怎么卖 就是卖不好 因为毕竟你要讲水火不容 那水跟火弄在一起 吃起来味道就很不好吃 味道就不太好了 不合胃 下水 真的吗 对啊 叫人家书味 有 我这个你就讲对了 我妈想说我要当兵 就是给我节目去摸服 她说一切一切 拜下水 来 要当兵 我们直接到这边来 隔壁有座位 哈罗有座位 不要怕别座位 也许是水到渠成了 陪了几个夏天 总也学会怎么精算账务 最主要就是协校对面 一直想做协生生意 而且那时候我做的时候 我的对面是叫新明国中 那协生有三千多个 我三十几天前的时候 做了三千多个 那时候我刚卖的时候 排队是用蛇龙式的排法 所以我刚开始做 我就吓一跳 我说怎么卖个冰 怎么会有那么多协生来吃冰 他们都亲历亲闻 他们绝对就是不会说什么 就是给大家给员工做就好 然后老板去休息 他们什么是饮料 他对任何的品质都很坚持 像什么豆子都要自己去试 然后什么水果 也要怎么切才漂亮 我到现在还会比我妈妈 就说你这水果这样摆漂亮 要怎么切才漂亮 老实说一碗冰每每入下 之所以总刷出超胜般的场面来 追根究底是曾俊华夫妻俩 数十年如一日 用意志力减持出来的 这个大甲芋头会比较Q比较香 蒸的时间很长 因为它最少要四个小时 蒸四个小时 没有很单纯 因为我们我们煮的食材 都煮的方法都很单纯 很像我们家里在煮一样 纯朴无华好比于芋头 丰富清甜又好比用感情叠出来的 鲜瓜莓果 而其实两老最难得可归的 更是那一份玩下腰杆 任凭岁月流转也不曾流失过的诚挚 一般店收了就不接客 可是他们只要有客人上来 就把冰箱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我还记得之前 我妈那时候再年轻点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 两点了 已经收了 那客人进来 来 还有 我说妈 现在已经两三点了 我们要回家了 他说就还是有客人进来 就是要结就这样 已经凌晨两三点 已经凌晨两点了 从小耳濡目染着爸妈的坚持 姐弟俩仿佛也从原本的懵懂不见 渐渐明白 原来这才是了一久不衰的精髓 长大的才知道完全不一样 像看天吃饭 我们真的是看天吃饭 可能你今天大太阳生意很好 可是明天一下个大雨 春度一觉 可能只有一成的业绩 而客人可能缩了九成 有一些人就说 你就请员工就好了 你就在旁边 坐在那边看他们做就好了 因为我们的观念就这样 爸妈给我们的观念就是 你就要自己带头做 员工才会跟着你 你就要一起做 庆幸看天吃饭的老兵店 未来一样惊魂不改 当大声恭贺着人容 鲜料铺满常柜 老中立人的属下 必然又将先了一轮 我们说路不转人转 总会转出路来 这位老板过去是广播主持人 凭着个人的口述魅力 讲古兼卖产品收入是不少 但是九二一地震后的景气低迷 只能转换跑道 兜了一圈 为了照顾父母又回到台湾 却还是面临生计的问题 想到长粉这东西 台湾还不多见 于是它改良成台式风味 果然转出了新的方向 晴朗明亮的早晨 孩子们背书包赶上课 上班族赶打卡 紧凑的节奏就跟记传帽 制作长粉 忙碌的双手 和百度高温下 喷发热气的蒸笼 相差无几 腌制过的猪肉末 现磨的再来米浆 蒸熟后淋上特条酱油 许多看人活泪的一天 就从这弹牙垢位铺展开来 跟外面的长粉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东西 也不加什么其他的东西 很健康的东西 只要来这边吃过 基本上都会长的顾客 早不吃 今天就想要来吃 这料法实材 用粉的也是在做散粉 用米的也是在做散粉 包括这些 没有像这样QQ的 都这样酱酱 整盆这样酱酱 一般店家为了方便 肠粉垂针之后 容易跟蒸盘分开 会先在盘底 刷上一层薄油 避免沾黏 但对吃食标志很龟毛 季传茂追求健康不负担 食材越简单越好 宁愿费工费力 碾压猪肉末 逼出天然油脂 能替代刷油 达到箱头目的 肉煮到烧油就跑出来了 所以外面他们在做这个 都要抹油 我们就是用豬肉的油 比较天然 所以说我们没有抹油 这样是不是更健康 米浆做成的肠粉 口感柔軟有弹性 属于粤菜谱系之一 道地的做法 以碎牛肉 鱼片 虾仁 或广东茶叉为馅料 也是香港茶楼常见的点心 北部我差不多最早的 也不差不多十年了 自我开始买后 因为大陆新娘 他用这个东西的东西 他就回家问问他就听我做了 做起来是他们家乡口味不错 但是我做的是我们台湾口味 没放到他们没有油 所以他们很道地 我也很没道地 所以不知道是谁对谁不对 我也不知道 而既传貌自嘲自家口味 一点也不道地 因为他用的都不是对岸常见的配料 而是妈妈爱吃什么食材就放什么 像是玉米 金针菇 布拉皮等 是看似随性 随意 却又合拍相配的台式餐桌家常味 其实肠粉跟我们吃饭的道理相同 你吃饭要配什么菜 你就要配什么菜 再淋什么都可以了 应用自己选择 鸡船帽在炉台前永远眼明手快 一盘丰盛满盈 枕筒吹熟 前铺后继 反复交替 但还是常追不胜客人的上门节奏 它就是一个一个做 就现做的 所以不可能快 有的时候会等到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还是有人照顾 米真正浸好之后 我知道要先起来卖米了 卖米了 还有这些东西准备穿出来 还要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六点营业 鸡船帽四点就得起床备料 磨咪洗切 前置作业繁杂 即便是寒流天 为了客人能有一大口上班前的满足活力 他永远准时就位 不赖床 因为我都知道他早起 他算是早起标准的 这船帽有魅力的不只有长粉 还有他的谈天哈拉本领 个性海派 乐于结交朋友 三十多年前 他每天在空中 与听众谈天说地 家事 国事 天下事都能聊 当时播音员工作没有底薪 得靠讲补卖药 让听众抠印才能抽成 这船帽全凭个人口说魅力 在空中串起听众音缘 声音的音 以前在高雄宏名电台 台南民生电台都没有说 都老的人在听 听一些音乐 他们才会听到老歌 不过一些以前的贵益 曾经最高月赚十万以上 算是高薪一足 但天又不测风云 九二一大地均那年 动荡各行各业 他苦撐半年 收入跟以往不能同日而语 他回到家里 做起爸妈的严肃鸡摊助手 累积餐饮经验值 恰巧那时 朋友找他一起西径 登陆转人民币 他在对岸卖起 台式严肃鸡等杂物 受到台商捧场 前朝随着口碑 不停地进到口袋 因为我老妈贵心的时候 我回来送我老妈 看到我爸爸身体不好 没有那种我刚才 老妈贵了 那边稍稍的就回来了 十多年前年迈的老父亲 身体每况愈下 既传貌于是舍下 风生水起的大陆小吃生意 回台湾照顾家人 也让他萌生重新创业念头 要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吃食品相 想到北部少见的肠粉 耗用盐酥鸡腌肉做法 增添咸香气味 妈妈联贵师啊 我都在去廟拜拜啊 他都去拔杯啊 生命我都说好啦 做这个好 我都说奇怪 这就没人哪好 没人才去坐在这里都看过 我都怀疑人生的 一天没没担 我说奇怪 我们家里都没人 隔壁人家做生意都没人 我们家里都没人 起厨卡业实在不容易 客人寥寥无几 地船帽熬了半年 不断研究新口味 年轻客人吃了喜欢 帮忙在网路上推荐宣传 老妈妈也运用自己的 市场公信力 帮忙打口碑 以前他在不经验 都会在家人家介绍 说我知道他在买肠 看着妈妈的冰就知道这个好吃 啊 他在这玩老康棒 对啊 四年前妈妈中风 严肃鸡只得收摊 一家的生活寄托 全在继传帽的长粉之上 别说要紧张大夫大夫 最不平平安 我们这样 妈妈欢喜 我们在做 大家都很好 对吗 浓稠米浆在蒸盆中流淌开来 高温蒸腾下 就像继传帽 对家人的爱凝结成型 如此简单 纯粹 饱含真心 感谢您收看这周的铜板美食讲套套 我是苏纸杰 我们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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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